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如何合併全省由於地址這個資料 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 反正就是在1點底下我有放了一個目錄 叫全省由於地址 記得你們解壓說的時候記得不要再多一層 因為我之前有同學是全省由於地址裡面又一個 全省由於地址 那就多一層就不對了 我希望在這個目錄底下有25個檔案 那我如何呢 透過程式的方式幫我把它一個一個的存檔 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先開檔 所以第一個假設模擬一下 我如果先試著開啟三重好了 三重如果打開 如果你三重會打開的話 那再來就會存檔嘛 OK 所以第一個先開一個新的module 有沒有 OK 那再來的話開檔應該會吧 F等於open 然後open什麼呢 open路徑給他 我的那個資料的話是在1點底下 所以我一般習慣 我是建議 如果那個路徑比較長的話 我是建議你直接打開這個資料夾 然後點一下上面路復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可以用複製的方式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貼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OK 那這個意思說 我的路徑是在1號斜線 指的是資料夾 全て有曝歷 再個斜線的話 後面這個三重點tst 所以再把那個三重點tst 這個檔名跟副檔名 當然你也可以用複製的 如果你不想打的話 你也可以點它一下或按右鍵 重新命名也可以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貼在斜線的後方 OK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絕對路徑 幫我開檔 開檔的話豆點後面加一個R 雙引號裡面放個R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Enter一下 然後再來什麼 開了之後呢 再把它print了出來 print了一下 OK print了什麼呢 f.read read的話就是幫我把裡面的資料全部讀出來 那當然現在沒有readerize 因為我只是希望幫我把它全部讀取 print了 把那個三重裡面的資料 把它直接列印到這邊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耶 有沒有 所以其實如果要開檔 在那個Python裡面真的還蠻簡單 就兩行程式 這個蠻重要的 OK 好 那目前是可以開檔 可是我希望能夠存檔的話 存檔 那我希望可以幫我打開之後 然後順便幫我存在1底下 有個叫all.t 但目前我們還沒有合併 反正我就直接開三重 直接就直接存 把三重直接存一個檔 在1底下好了 存檔還記得吧 存檔就是那三行還記得吧 F等於我是覺得這個最好是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 open open 我希望把它存到1底底下 把email號寫線 下面有個什麼叫all.tst all.tst 然後跟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呢 這邊是把它改成w 寫入模式 最後的話就是f 怎麼呢 點write OK 有沒有 上面是read 下面 write的話呢 你必須write什麼東西給他 那如果你要write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這邊有一個s 有沒有 目前這個s不存在 然後最後記得f.close OK 把它關掉 所以這三行就是存檔 那如果我假設我希望 把剛剛f.read的東西 幫我把它存在這個s裡面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上面加一個s 我用大寫 等於什麼呢 等於f.read 就是把讀到這個資料 那你就幫我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放到s裡面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s的變數 裡面資料就丟進去了 然後一樣printer的話 就把這個s print出來了 反正就是把那個資料printer 也就是開三重 然後存檔只有三重 存成all.t 我們試試看 所以開然後把它print出來 並且幫我寫到1點底下的這個 執行一下 OK 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錯誤訊息 它這邊的話就是osl 1冒號斜線 那這個時候的話 可能一個問題 就是反斜線這個 反斜線的部分的話 它是一個拖曳資源 所以這個反斜線 如果假設發生問題的話 請記得你多加一個 兩個反斜線 然後底下的話 參數o.tst執行一下 OK好 特別注意 這邊要多兩個 等於是兩個反斜線 多一次元 好 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沒有錯誤訊息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在1點底下 會有個o.tst 我看一下 這邊有 打開看一下 那目前你打開的話呢 就會是三重的部分 三重有了 有沒有 但是如果我說我今天o.tst 除了要三重之外 我還要什麼呢 再把中立打開 然後把它寫到 這個o的後面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要在這個s上面 做一點事情 也算你先開三重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中立嘛 那中立的話怎麼開 所以開完之後 我們如果這個 假設你不寫回圈的話 變成你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一個 比較笨的方法是 這邊的話你可能就是 再加一個什麼 中立.tst 這邊就是中立.tst 然後的話 我們一樣是把它讀取啦 那可是前面這個f.read 已經是丟給s了 那s裡面已經有三重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中立裡面的東西 再串到它後面的話 那記得啦 串的方法記得就是 再加敘述你不能s等於f.read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它會把前面資料蓋掉 變成只有中立 而不會有三重的 那怎麼辦 記得在中立的下面這個地方 加一個s 等於s加 意思就是說把那個什麼呢 三重的資料 串在中立的前面 ok 這樣的話 就會有三重跟中立了 有沒有 我開三重讀完之後放在s 然後再來就開中立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跟前面的三重的資料 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最後丟到原來的s裡面 所以這樣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是 先三重 然後再中立 ok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可以等於是多寫了一個 這個在下面 好 那一樣把它print 如果print的話 我們這個底下就把 三重中立直接print一下看 那你可以看到 底面應該就是除了三重之外 也會有中立的資料print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我把那個 o打開看看 o.tsc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是三重 沒錯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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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口 其實三重也包括林口 可是這邊好像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們可以看到中立的部分在哪裡呢 中立的部分在這裡 奇怪了 中立不是應該是接到什麼呢 接到下面才對啊 那為什麼 中立跑到應該 看起來應該是什麼 三重的 最下面一行的右邊 那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 因為每個檔案 檔案的最結尾 它沒有換行 它最後結尾了嘛 所以我把它加在它後面的話 它會跟在它的尾巴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怎麼樣 中立喔 你不要接在人家尾巴 你要接在人家尾巴的下一行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在這邊 把它再加一個換行比較好 所以喔 加在哪裡 加在這裡 S加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再加一個換行就可以了 反斜線N不就換行有沒有 然後再串它讀到的東西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有個中立那個地方就換行 OK 當然我這邊是希望 換行能夠明顯一點好了 所以加兩個換行算了 就是換行換行 然後中間加一個空白 空白率 讓它看起來比較清楚 OK 我就加兩個換行在這裡 加兩個換行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好不好看 最後看一下 all.tst的話 這邊有沒有 兩個換行 所以理論 有沒有看到 剛剛本來中立呢 它是接在這個的右邊這邊有沒有 這邊不是中立對不對 那因為我加了兩個換行之後 所以兩個換行嘛 所以加了兩個 第一個換行就是反斜線N 這邊就多一個換行 這邊又有一個反斜線N 所以喔 加了兩個反斜線N之後的話 它就被我換到 等於是中間多一個空白率 看到的結果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呢 合併 目前已經合併兩個檔案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合併第三個檔案怎麼辦 第三個檔案 你想說該不會 全選有一個意思 第三個是台中 該不會呢 再用F等於open 然後再開台中嗎 然後再把它串到後面 其實是也可以 但是你會發現這樣好像越來越不合理 因為如果這樣寫的話 你變成你要開 25個檔案 等於一直往那寫 所以理論上 假設說你要精簡的話 應該要想個方法 就是呢 可能要配合一個回圈 跑個回圈 一邊開一邊存 一邊開一邊存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合併兩個檔案 合併兩個應該比較簡單 試一下 再見吧